OK 好 主席那我就建議是這樣好嗎 建議怎麼樣 就是保留法務部這三個字 法務部毫無積極作為 直接跳過去 但是前面那一段也有一點這個 如果說剛剛你認為說 他們並沒有放棄管轄權的爭取的話 那前面那一段就放棄像肯亞及中國 所以我是想說這裡是不是改成 未能成功向肯亞及中國 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主張我國 司法管轄權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 那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要件 法務部因積極主張 或者積極作為之類的 就是說反過來是要求他 我可以接受 我想這樣語意上比較順 可以嗎 好 要求他應該有積極 在這個司法管轄權上面 應該有積極作為跟主張到這邊 那後面等同於默認那一段還要嗎 要啊 當然要啊 那那一段要怎麼解 不應讓此事等同於默認中國主張的一種原則 然後任由或者說不應讓此事發展成為這個侵害踐踏我國 我很怕未來的談判這個一個中國 你看像那個夏立言跟張志軍在回答的時候 你看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中國 所以那就是不應讓此事件 演變為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種原則 是不是這樣 可以 好不好 然後最後原始本席提出譴責法務部長羅銀學部長輕易放棄 那因爲這個前面這個輕易放棄又跟前面這個放棄 所以這邊是不是也要做一個修正 修正成什麼 這個法務部這邊有沒有建議 這個要譴責你們的部長 你們自己要主張一下吧 他們不敢講嗎 不是我來幫你們講話 他們不敢講嗎 你們 你們主張不要譴責 那要起來講話啊 那你要看要怎麼改啊 如果說是為了說要給我們做厚度 我剛才講說委員的善意我非常感激 我們所謂的管轄權 那我們也沒有放棄 我們說去附和他的一宗的原則 他的一宗 我們一直沒有這樣的態度的 或者的話如果是那個承認中共的他的一宗的話 那我們根本很多司法根本也動不了 所以我們是怕引起誤解 但譴責是不是要達到譴責的目的 請委員多斟酌 那我們在這裡我也不好 但在我法務部屬下的立場 譴責我們的部長如果是真實 那很多對的我們沒有話 但是有人在誤解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贊不贊成譴責你們部長 我是決策不需要到贊成 就是提醒我們法務部注意 說應該要堅持 所以你認為你們部長沒有放棄這樣的事實嗎 我可以在這裡擔保沒有放棄 那這樣是不是把它改成 本席提出嚴厲要求 法務部羅因學部長 應積極主張我國之司法管轄權 以避免嚴重 以避免損害我國家的主權尊嚴 那所激怒的國人 我想應該... 一樣啊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說如果要譴責... 當然力道不一樣啊 因為跟事實不一樣 他現在是講的是說他們沒有放棄 這個主張的事實嗎 可是他也都沒有主張啊 對不對 因為到目前為止你們提不出任何的 你們有積極主張的東西嘛 新聞不是我負責化負責 後來不太了解 但是我所瞭解說 我們的立場...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求他要主張嘛 所以我們是說你要求... 嚴厲要求法務部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這麼辦的 但是因為譴責說我們不是這樣... 到目前為止法務部有跟中方... 陸方那邊有任何的聯絡嗎 有啊 我們還是透過管道 你早幾乎每天啊 什麼時候開始在聯絡 從事業... 那我們表達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表達的立場就是說 應該要叫他把他... 我們的人要送回來啊 我們都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 抱怨說你為什麼沒有跟我們通報呢 你之後抱怨沒有通報嘛 電話沒有啊 像夏立元這樣 小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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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說 我們沒有... 阿不然羅部長... 因為我們是... 三個帝去拜訪什麼人啊 誰 羅部長三月底的時候去拜訪什麼人啊 一定有個最高層級的人 難道不能打個電話給他嗎 我們部長拜會的都是公檢法師 就是所謂的公...公就是公安 然後法就是法院 檢就是他們的檢察院 然後師就是... 那我只有一件事 請問羅部長在這五天當中 曾經跟中方的任何人聯絡嗎 我們沒有啊 沒有嗎 因為我們沒有熱線啊 我們只有一個... 你們沒有熱線 我們沒有熱線 所以你們要拜託法務部 給你們一個熱線這樣是嗎 拜託那個陸委會跟你們... 我們不要在那邊搭水果 我還是覺得需要譴責 我是要拜託委員說真的是... 可以要求我們法務部要有積極作為這個... 我們多... 就像您剛才所提的 說是要當法務部 到這一次派團到大陸去 跟人家談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壓力 而不要建諸說他好像... 他的立場是這樣 然後我們法務部就... 你們都被立法院譴責 你根本不是這樣 你現在突然就被譴責 才改變你的立場 其實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事實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拜託委員多擔貸 就是這樣 來 我先來啦齁 市長 是 你跟我們聽到什麼叫做軟頭沾沾 嗯 你們法務部現在對中國大陸的立場就是軟頭啦 所以讓人沾沾 那個...主席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對於剛剛主席講的要求的這個部分後面 但是對於前面還是說 要譴責法務部的... 沒有任何積極作為 那並要求法務部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好不好 所以前面就是... 改成說... 意思說這個事情對於此事 法務部... 嗯... 我是不是...拜託 就是這樣 沒有...剛才顧委員的建議是...就是說... 現在就是關鍵要不要把羅部長的... 名字放上去啦 不是...那個主席可能你大概也知道嘛 剛剛蔡世英委員講過了 我們現在Google一下 只要跟肯亞案相關的 跟那個法務部相關的 幾乎都是在講中國的管轄權嘛 所以就引起國人很大的那個誤解 這個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不只是說對中方要表達我們自己的立場以外 你其實在媒體上面的媒宣出來 也是這樣子啊 誤導 好... 劉委員還是很堅持啦 那...你們法務部可以... 可以達到剛才我們所講的 我們希望...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剛才我也很感激 我們委員說是要當法務部 到大陸去的後盾 所以如果說先 打一頓然後再過了那個後盾 就力道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幫大忙 所以我在這裡非常虔誠的 懇求我們委員能夠鼎立的能夠協助 那法務部一定是堅定立場 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保留一下啦 我先進行答詢啦 沒有...已經快... 那個次長你覺得要什麼文字比較好 你不要用提醒啦 提醒不是很奇怪嗎 就積極要求啊 就是要求法務部... 嚴厲要求... 嚴厲一級 要求作為... 讓人家誤認這樣子 誤認 不是等同梦認 誤認...可能就是... 這個可能... 那已經處理過了 現在我要處理的是法務部長的部分 就是法務部長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要把我羅部長的名字 寫出來就針對著他這樣談 那我是比較持保留的想法 所以既然大家都是很善意表達了立場 我會把今天的這一個東西 回去向羅部長報告 說人家會有誤解我們華務部沒有任何的表態 所以希望能夠積極作為 我們要組團去的時候才有所謂修碼本 然後剛談判本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尊重次長啦 但是語意上面的用法 我覺得還是一樣要把法務部 還有部長自己本身的表態弄清楚好嗎 好 謝謝 那個文字的修正主席我可不可以建議一下 就是拜託鄭主密這邊幫我修正一下 好 我們綜合剛才大家意見 我們請主密這邊念一下 修正後出稿 報告委員會 有鑑於法務部部長羅英雪於上3月底 訪中後隨即發聲中國政府強迫遣送 2014年及今年由肯亞政府逮捕之45位 我國民自中國境內 對於此事 法務部竟以法庭便利原則 考量司法調查及審判成本為藉口 為人成功向肯亞及中國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 主張我國司法管轄權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 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條件 法務部應積極積極作為及主張 不應讓本事件等同於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個中國原則 權力原始 本席提出嚴厲要求 法務部應積極主張司法管轄權之舉 以避免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尊嚴 棄我國人於不顧 愧對政務官應當之政治責任 那你